Let's go Whatever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do Who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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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do 台湾人爱吃小吃 便宜美味又大碗 这次爱玩客特别请到超强阵容 明星带路 偶像区发财女李千娜 台湾女婿夏克力 国民小听后鸡排美 还有各路重量级人物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网罗全台爆红美味 爆红你知道 你快吃吃看 我要讲是不是 我等你吃完我才能吃 来啊 我也来咯 好啊 等一下 那汤汁太多了啦 放吹吹吹吹 说肉丸皮会入口即化 你觉得相信吗 咬下去会有串的 它会跟它 舌头交叹 而且这个肉真的也是很好吃 很juicy 所以这碗扁食招牌主打一定很厉害 主打厉害 小小的 你就这样子直接吞进去 它那个皮就豪华豪华 这里就是鸭头的十足啊 超好吃的 连我不想刻头的 你都可以这样吃 对 对 就是要这么豪卖 没错 还搜集了周边不可错过的 在地隐藏般美味 让你一次吃个够 首先找到的这位明星 看成偶像剧最可爱的小天后 李千娜 要带我们吃的这样爆红小吃 在80年代崛起 每年销售金额四十多亿 全台就有四万多家这样的摊位 至今依旧是台湾人最爱的小吃 明星带路爆红小吃第一发 你猜到是什么了吗 你知道台湾最代表的美食有两样 你知道是什么吗 珍珠奶茶跟鸡排嘛 而且台湾人超爱吃鸡排 你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鸡排 有多厉害吗 有多厉害 它是十足来的 你是说它是全台湾第一家吗 没有人可以 这家庙耶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家店都会强调自己 是全台湾第一家 是不是 可是这一家鸡排店 它没有挂自己是第一家耶 这是大家推荐嘛 你要吃看看才会知道 它处定菜 反正你资料都查 是不是 快快 我都不期待 在台湾光是鸡排 一天就能卖出 有如十座台北101这么高 而缔造这美食奇迹的鸡排十足 到底是了什么魔法 让鸡排魅力很少全球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粉一定要少 对 粉少 然后肉要新鲜 它为什么不沾油呢 除了粉少以外 还有点小的配偶 什么配偶 重点就是这个配偶 这个配偶比较不方便讲 老板 真的不方便讲 我知道你功夫非常厉害 而且你是创始店 人家你看 研究了其他那么多 有的没的口味 可是你看 这家店依然屹立不摇 在这里 卤了半天 师祖还是坚持留一手 看来真的只有试吃看看 才知道厉害 太炕了 好炕 怎么样 对 用拔的啦 你千娜 你敢话吃 你会被他吓到 吃好像还蛮多的 而且他肉是很鲜红 感觉很新鲜 你先吃再说 不一样对不对 你好好的回味 我跟你们说 他真的跟我明白吃的香鸡台不一样 可是他的肉啊 非常非常的滑嫩耶 我刚刚真的误会他了 我以为他是那种 面皮是很厚 然后吃起来很油腻 可是他咬下去脆了 立刻就咬到肉了 然后汁就这样喷出来在口中 我太意外了 我比较觉得它像是那个 那个炸鸡的皮 但是里面包的是手扒鸡 它的肉一点都不产 对 它的肉一点都不产 没有那个一丝一丝的 然后可是吃起来超滑嫩 它的面衣真的超薄的 可是你一样可以吃得到 它面衣那种酥脆香酥的口感 但是里面的鸡肉 真的是滑嫩到不可思议 这不是香鸡排 这是手扒鸡 它不是说我真的很嫩耶 而且你看 这样就看得到 它里面的汁 你再讲等一下就被吃掉了 不是 喂 喂 真的 我说真的 它不是油 它是汁耶 它吃起来是甜的 对 你自己有那么大块 比他脸还大耶 你不要这么强掉吗 我好歹也有瘦一点点回来 一片比脸还大的鸡排 掀起两个爱美女人的战争 每片只卖45元的 超沙价格 还曾完成日卖2000片的 不可能记录 在这个人人喊涨的年代 店里却逆势喊降 只能说十足 真的跟别人想得不一样 今天让我这个发财女情报策判 也带来了一个台北市规模 最大的热门市场 它叫做东门市场 东门市场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这个地方 但是我也没来吃过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就是 台北市天下第一餐 还迎第二的首饰 第二名耶 那为什么不吃第一名 她敢说第二 谁敢说第一 这样说也行 说到东门市场 超过八十年的悠久历史 令人骄傲之外 更是不少婆婆妈妈们的灰汉记忆 除了好逛好买 以及令人怀念的老味道 这里更是台北市 同版美食的大本营 但传统市场像是迷宫一样 不会第一摊就要抠好求救吧 全部都是米粉汤 而且砍棒都长得超级像的 是啦 其实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你知道吗 那我也是靠步骤 所以呢 我们就是认她的政治标记 所以走进来的时候呢 你看招牌都很像 可是这边有一个 直接把她的奖状秀出来的 啊 黄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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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了就是抽变 黄妈妈 我们听说你这个米粉汤 是不是最好吃最有名 可是你旁边这边小吃很多样耶 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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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大肠头 都没有油的 还有这个猪皮 很好吃啊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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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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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單又方便 一百元 不但所有小菜一次到位 還可以品嘗到 多種奇妙口感呢 它這個米粉 不像我們一般吃的那種 粗的比較Q 對 可是它把那個湯汁 吸得薄薄薄 滿滿滿耶 它的湯肉很乾爽 我覺得 就是擱起來就覺得 想要繼續吃下去 你看我已經接了第二口 對 這是它的獨門招牌對不對 對 最長 好 你先吃吃看 怎麼樣 好Q喔 真的嗎 而且很脆耶 因為你知道 其實吃內臟的時候 很怕它會有一些腥味 或者是 可能是沒有洗乾淨 會有一些怪味道 可是它完全沒有 但它其實上面沒有加什麼醬耶 哇 而且我最喜歡傳統市場的 就是這樣子 你看 黃媽媽這一整盤的歐貝菜 賣十幾樣 然後通常我們一般去吃 能吃兩三樣 但是它人超好 你看 這麼多每一樣都可以 都可以吃到 就是很像在傳統市場裡面 挖寶一樣 對 很像才一百塊耶 超划算的 這是台北耶 怎麼可能 你只有大隻小怪 怎麼可能 我去吃吃看它 特別好吃的喔 好媽媽 這排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有 媽媽 你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好 要我一邊醬給你吃的 特別的醬 好啊好啊 所以它是有搭配各種不同的醬 沒有錯 醬醬醬就是醬 聽說這邊小菜要好吃 桌上這些瓶瓶罐罐的醬量很關鍵 因為只有老饕才知道的 終極隱藏版吃法 即將徹底顛覆你對泥粉湯的印象 這個是什麼醬 那個蒜頭 蒜頭醬 這個甜醬 甜醬 那這個 這個辣的 辣椒醬 辣椒醬 所以要綜合在一起 對對對 這樣特別吃就不一樣喔 這真的是你的秘方嗎 對對對 你不是黑白蔥嗎 沒有沒有黑白蔥的 很好吃的 用新種的 有一點酸酸的 這個是什麼肉 嘴邊肉 嘴邊肉 很好吃喔 好好吃喔 一邊辣辣的 酸酸甜甜辣辣的 它這個醬料啊 全部都弄在一起 全部都弄在一起 可是它其實 不會搶味 不會不會 是味道一層一層吃出來 對 這個醬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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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 有彈性的 有彈性的 對 媽媽媽你沒多久啊 對不對 不是 我不是說你賣多久 我說你賣多久了 四十年快到了 四十年快到了 四十年喔 快到了 這樣喔 對啊 你看 十十年快 真的假的 都是烤豬皮毛癢 你看起來才五十皮的感覺 對啊 我要做這個每天 每樣都要脆一點 脆起來的 我覺得我上間年輕了好幾歲 我跟你講 一咬下去就知道 為什麼皮膚會這麼短 尤其每天吃這個 抱著再短短短 吃這個都要短短短的 幫你做 你讓鏡頭看一看 你的短短的臉 健康就是財富 不只晶瑩剔透的豬皮 讓人垂涎欲滴 東門一枝花的妖嬌味蕾 更是發財美食的最佳寫照 下一間發財攤 又有什麼樣的支付關鍵呢 這一家 對啊 超小間的耶 這家對面看起來 你真的傻傻的耶 看一下 他們都是純手工 趕出來的麵皮 他們直接是現場手工耶 而且就像三個人擠到小小一間 有人包有人擀 有人擀 然後有人賣這樣子 老闆 你們怎麼不擴張一下店面啊 你們不要擠得這麼小啊 你看做的就習慣啊 對啊你看就是這麼小的空間 每個人各司其實 然後比如說擀麵啊 然後貨線啊 然後跟煎這樣子 然後做出這個排隊美食 你記得他給我興趣了 對 牛肉餡餅 聽說非常厲害 一定要吃一下 喔好 那我再點一個 牛肉餡餅 韭菜盒子好了 韭菜盒子 對 一個牛肉一個韭菜 這個就是韭菜盒子 對 因為外面看的韭菜盒 都是做半夜型 水餃型的 我們是做圓的 對 我們這個餅皮比較薄 我們是這樣做鍋 你做半夜型的地方 就沒辦法沉起來 沒辦法滑起來 好 先嘗一個看看 不好意思 我先讓我先吃 好 牛肉等一下 在鍋裡 哇 哇 很想吃 哇 哇 裡面的料也太飽滿了吧 皮薄餡多 謝謝 喔 美食就是要趁熱吃 而且 你看看這個餅 很薄耶 然後裡面的料很扎實很滿 而且啊 有的人可能怕吃韭菜 但是我說 它這個韭菜味道很香 可是不會有韭菜的那個 就是很重的那個菜味跟臭味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不敢吃韭菜 所以 真的 那你一定要嘗一下看 我跟你講 它的韭菜味不會很重很香 吃吃看 有的小孩如果家裡煮的韭菜 吃我們的韭菜就會上 真的耶 敢吃了對不對 因為我很怕韭菜的腥味 但是它完全沒有腥味 因為有個小孩子 在家裡煮飯菜的話 小孩子不吃韭菜 對啊對啊 他們會吃我們的韭菜餅 我們可以問一下 就是 蔥的那個餅皮跟牛肉餡餅的餅皮 是不是有不一樣 肉餅跟那個麵皮不一樣 它哪裡不一樣 它的勁道 勁道 也是手感出來 但是它為什麼會不一樣 它混合的老麵比例不一樣 喔 比例喔 哇 所以你看他們很講究耶 就是一樣是賣麵食 蔥油餅 然後跟這個韭菜 很多豬肉餡餅 可是他們的餅皮 很多巧思在裡面 是不一樣的 因為要吃到不同的口感 對 所以絕對要不一樣 想要成為發財灘 傳統手工只是基本盤 撒鳥牛丸也不夠看 各位觀眾 正統的爆漿蟹餅火熱登場 這個臭臭耶 來 謝謝 謝謝 要小心喔 小心燙喔 小心燙 小心燙 看一下 它是成金黃色 它真的煎得很像 這 有湯汁耶 對 都流出來了 你看 它這個撲撲撲的 還沒有吃 那個湯汁都流出來了 你快吃吃看 好不好想吃喔 我等你吃完我才能吃 來喔 好 等一下 鏡頭攝影大哥你看一下 你再輕輕咬一口 幫我一下 它湯汁太多了啦 不要吹吹 超強王牌整妹帶路 隱藏美食狗的雞排妹 新華怒棒 這個也很厲害 你看那個湯頭的顏色有沒有 也是很漂亮 有一點帶焦糖的顏色 是不是很厲害 湯汁 滿滿的湯汁 所以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哇 你吃完了嗎 可以換我嘗到嗎 沒有 朋友要分享一下 好好吃喔 都是湯汁 怎麼樣怎麼樣 很厲害對不對 吃這個的時候 第一要小心燙 第二要不怕出聲 因為你一定要 再把那個湯汁吸一吸 可是那種沒有吃過的人 不知道它裡面那麼多湯汁 很多湯汁 你要先慢慢 這樣吸湯汁 才可以一口咬下 吃了一堆死忠的老粉絲 這湯還被不少美食 部落客林選為 下雨排隊也要吃的老味道 百元歐北菜 和經典米粉湯非常迷人 接下來更迷人的是 愛玩客請到了蜂蜜嘉南界 堪稱國民美少女的 雞排妹帶路 美女配好料 首先要端上桌的是 為在北投市場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提名美食乳肉飯 錯過了鐵店堆心瓜 我跟你講 這是號稱全台灣 最好吃的乳肉飯 就是這一家 老闆娘 要一樣嗎 好 趕快 你有沒有發現 你都不知道我剛剛點了什麼 好像是耶 我好像都沒有問你 他眼睛就是 滴著滷汁這樣看 都不理我 沒關係 你放心 我點的保證都是招牌 我跟你講 這一家的滷肉飯最有名 所以這個滷肉飯是基本款 一定要點 還有湯你知道嗎 這個很多網友都推薦 這個洽帕湯來這邊一定要喝 你看還有這個排骨湯也是 你這樣一喝你就會嚇到 這個排骨湯看起來就很厲害 你看那個冬瓜跟那個湯汁的顏色 一定要先吃滷肉飯 因為滷肉飯是招牌耶 怎麼樣 滷肉飯是國民小吃 我們不是想要吃滷肉飯嗎 很多滷肉飯你吃你有那個味道 可是你感覺不到那個滷肉 它感覺得到它存在耶 它是QQ的 Q的 我喜歡這家滷肉就是 它不是那個絞肉 但是你看這種肉塊有肥有瘦 你就可以咬到那個瘦肉 然後還有那個肥肉 那個筋體那個感覺 油亮油亮 這才是真正的滷肉飯 YES 還有 它這個滷汁超香的 所以我跟你講 紅香蹄糖 還有這個大香蕉也很棒 這之前超想吃的 超好吃的 看到它賣相 我恨不得馬上出現在攤位前 而且這家店也曾經被商業週刊 評選為全台灣最好吃乳肉飯 最小小的湯味 排隊的人潮是一波接一波 接下來搭配的排骨湯 也是很黯然 很銷魂啦 試一下它的排骨湯 這個也很厲害 你看那個湯頭的顏色沒有 也是很漂亮 有點帶焦糖的顏色 它的湯頭也很入味 然後你剛剛吃蔥瓜 用舌頭都化開了耶 真的很厲害 所以用舌頭喔 你不用咬 你不用這樣咬 用舌頭這樣 點過去 然後就化開了 別太厲害 妳要不要吃一塊 好 我一定要要要大藥 你用舌頭 你不要用牙齒 好 是不是很厲害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定要帶來吃 因為它冬瓜非常的爛 可是你再試試看它排骨 它排骨又不一樣喔 而且是用舌頭耶 也是很爛對不對 做得很軟辣對不對 新吃法 用舌頭就可以吃 舌頭化美食真是太神奇了 不過接下來的美食更神了 據說神出鬼沒 想吃還得碰運氣 我也有很多間要介紹的一次 而且超近轉個彎 哪裡 哪裡對不對 哪裡 我們剛剛滷肉飯在這邊 轉個彎就到了 這裡 這間嗎 對啊 這間也很厲害喔 要點什麼啊 要什麼好吃啊 這間哪有點餛飩啊 這攤人稱神出鬼沒的阿婆餛飩 原則上二四六日攤位會營業 除了招牌餛飩湯 清蒸肉圓竟也是美味的關鍵 拿不起來了… 好Q喔 端端端端的耶 哇 它真的好端喔 它的口感 這個 不像肉圓會有的那個口感耶 說肉圓皮會入口即化 你覺得相信嗎 它好軟好嫩 但是又咬下去會有斷斷的感覺 妳不覺得 它還會跟舌頭交纏嗎 而且這個肉真的也是很好吃 很juicy 所以這一碗扁食招牌主打一定很厲害 主打性小小的 你就這樣子直接吞進去 它那個皮就好滑好滑 它感覺真的會爆漿耶 這種平民美食就是這樣 真材質量 那你就吃得到它的用心 而且阿嬤是現包 多新鮮啊 看得到耶 跟那個鼎泰豐小籠包一樣有沒有 你竟然給它灌上 扁食界的那個名牌就對了 而且妳家鼎泰豐還隔著一個玻璃喔 我們直接可以跟阿嬤 抬對面 抬對面 阿嬤 這裡最好吃的耶 對啊 現包的 這個有的要多餐料喔 果然薑是老的啦 乾拌餛飩搭配獨門醬料 是行家才知道的吃法 而北投好料第三彈 市場下樓拐個彎 一吃就上癮的肉跟湯 可是小吃名單榜上有名的 很有誠意的大肉塊 咬下去超juicy 而且這太犯規小吃的戰術 還沒結束 嗨 妳好 嗨 妳好 到了 到了 太誇張了 為什麼下大雨 我們還要衝過來這邊 是哪一家店啊 我跟你說 這一些店是 傳說中的紅茶 老店 哇 我們冒雨都要來喝 我想要喝泉茶 那我就喝個圍茶好了 你們都喝冰的 可能是氣候的問題 我們這邊有溫泉吧 對 所以 很多從小到老都是喝冰的 甚至於你有時候想說天氣冷 幫他們去冰 他們都說不用 對啊 剛才喝冰的 前要靠冰角 哇塞 冬天喝冰茶 我都要咳嗽 爽欸 它這個糖真的不一樣欸 對 它沒有 它完全不是像外面那種果糖 就是你只喝得到甜味 但是你喝不到茶香味 很順 它裡面就是有那個茶香味 對 而且沒有那個苦澀感 這很像那種古早味紅茶的感覺 好喝 是嗎 這就是古早味那一個 對 這就是 這個口味從我老爸 開始賣到現在已經 50年了 50年了 因為北投這裡 就是紅茶最流行的 是喔 對 因為 大家都最喜歡喝紅飯 因為它是最平價 它是最好喝的 而且這個自然健康 對 那種不愛味是嗎 對 老闆都不愛味 吃完了北部小吃 你可能不知道 在苗栗泰安 以泰雅族為主的泰安鄉 也是隱藏版小吃的秘密基地 更驚奇的是 要抱給我部落好料的 竟然是一個外國人 那就是愛台灣 愛到娶台灣老婆的夏克力 哇 這是那個油蔥 油蔥看起來超入味的 很香耶 這要放在這個是不是 對 可是 我們大老遠跑來這裡 你就只請我吃一碗麵而已 對 這裡它的特色就是這個麵 是喔 對 可是我跟你說 它也有別的特色 就是沒有在那個Menu上面的 完全沒有Menu嗎 對 沒有在Menu 大家都知道有這個東西 可是別的東西 誰知道會有什麼 是他知道今天有什麼 你不知道 可是都是好好吃的 媽媽 那你待會兒要煮什麼 給我們吃 蛤 蛤 我知道了 蛤 一切大家都在你心裡 蛤 你跳得太快 它還沒有做完了 還沒有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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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了 真的很快耶 操刀的曾媽媽 有著部落阿基斯的美名 以自製的肉絲湯麵起家 研發出帶有原住民風味的餐點 但到部落玩 有個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要感受原住民的幽默與爆笑 拜託 拜託 來了 有來了 有來了 希望你人出發了 不是 我的原住民很喜歡騙客人 麵來了 這個台語就是故意給你熄 好 我先給你好了 我先給你 這一片給你吃 謝謝 謝謝 好久喔 這一碗麵 好香喔 要吃我們的麵 一定要我們自己親自做的那個 親自做的辣椒 辣椒 辣椒喔 你看 它又來了又不見了 又來了 來了 來了 太好了 吃了菜之外 還有生菜的方式也是特別的 好特別喔 你看 小店 你剛剛說這裡不是有特別好玩的東西嗎 就是它 藍牧影劇無中的上菜 來了來了 你過來吧 在我們中間 我怕你待會兒又飄醜 我不知道去哪裡訪問你 來 你超難的 就是它了 真的很難說 等一下 讓我跟彥莊抓一邊 吃個香腸看起來很好吃耶 好香喔 現在手很忙你可以餵我嗎 因為我在抓它 好 好 它一直要跑這樣 啊 這樣子就很浪漫 因為就是 老婆就要看清楚 餵它 蛤 蛤 不要 不要 我沒有亂真的之外 不要 我也陪你 快點 你怎麼捨不捨 快點一直講話 結果沒有吃 我怎麼捨不捨 我到那邊很久 有有有 我捨很久 嗯 欸姐姐 這裡面加什麼東西好特別喔 有一個香氣香料耶 的味道 這我們自己製作的 那裡面黑黑的是 馬告 馬告 有那個胡椒嗎 對啦 有那個胡椒嗎 有那個胡椒味 觀眾想要一場增媽媽手藝 記得要在三到五天前預訂 不過有一道季節限定的私房菜 後來這兒還真吃不到呢 好新鮮喔 好好吃喔 這每樣菜都很棒耶 你剛剛說一個特別的字啊 新鮮 喔對啊 還有一個更新鮮的東西啊 因為現在是個特別的季節 那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欸因為特別的季節 有這個特別的菜 還在那邊上桌嗎 欸你看你看 啊哈 這個看起來很像那個蜜地瓜 不小心脫了色耶 不是啦 它是獅子 獅子嗎 對獅子 不是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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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獅子看就知道 是不是獅子 啊 怎麼會這樣對不對 對啊 因為它是獅子 也有獅子在上面 獅子在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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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上面這個 應該是獅子的果肉對不對 是熟的嘛姐姐 對 是用冰的 對它下的是炸的獅子 這個是炸的 對 它炸了以後 裡面還是很多汁耶 很juicy耶 可是有點軟軟的 想知道苗栗必吃必玩 絕對不能錯過這一站 來三義盛興車站附近 馬上要登場的 就是省錢抗獎的同班美食 在這個全民喊獎的時機 你不能不吃 奇怪的是 它的名字 竟然叫做豬頭麵 老闆 你好 你好 我聽說這邊有一個 很有名的豬頭麵 有啊 真的有賣豬頭麵嗎 有啊 在這邊啊 有一百多個剛起過啊 一百多個豬頭 一百多個 在後面下 對啊 剛好一定要起過啊 要不要看 好啊 好啊 走 原來這就是豬頭麵 名副其實的豬頭麵 你看 爛爛的豬頭麵 便宜到以前和老闆吵架啦 今天豬頭麵 又七十塊啊 現在擋了一百多塊啊 不好意思 這真的是太現實了 爛哥 這個就是 哇 我知道 我知道他要煮 我沒有想到原來你的豬頭麵 就真的是放了一顆豬頭下去了 這樣把果拌 這都處理過了嗎 對 處理過 內上的地方都把它取出來 對對 但是果頭這些都還是留著 對 而且 我覺得超驚人的是 這個豬頭麵 就真的是這樣子 一顆一顆的豬頭 而且 好多個喔 這裡到底有多少個豬頭啊 四五十個 四五十個豬頭 這樣到底可以做幾碗豬頭麵啊 一個差不多 三個 蛤 一個這樣這麼大一個豬頭 可是只能做三碗麵了 三碗是 而且這樣子到底要燉多久啊 差不多一兩個小時喔 還要燉到一兩個小時喔 對 光是這個豬頭你熬 就要熬兩個小時把它熬到亂 那這五十顆豬頭熬出來的燙 一定超好喝的吧 對 全部精華耶 我不是用這種湯頭 這種湯頭比較透熟 比較不好 吃起來比較 味道比較重 比較 豬頭的那個透熟味道 比較重 它是喔 對 我買那好的大鍋 另外熬 對 這樣搭配起來比較好 對 所以你燉完這一大鍋 你這一大鍋湯全部都要 倒掉就不得喝嗎 倒掉就不得喝嗎 倒掉就這樣 熬了兩個小時 這麼辛苦的這一鍋湯 竟然全部都要倒掉 這麼堅持 對啊 據說煮豬頭好吃的秘訣 老闆的配方 第一就是去腥味 選擇乾淨的豬頭 絕對不殘留豬毛 花兩個半小時 慢火熬煮 利用高溫帶走腥味 用時間換取美味 標高耶 我上面這一碗店 擺得滿滿的料 它的分量到底有多多呢 就是像前面 這一盤 另外點的那個小菜豬頭肉一樣 這麼多的分量 那豬肉真的超厚的耶 大概有一公分半吧 而且剛剛我們不是要快快剝 就是會怕這個膠質沾在骨頭上 然後反而就吃不到 膠鹽蛋白最多的地方 養鹽聖命 把它吃一個乾淨 真的很好吃耶 因為 不一樣啊 很清爽耶 豬頭肉怎麼會一點都不油啊 那回到前下我們煮比較久啊 煮兩個小時啊 因為燉了很久 反而把那個油脂都給它融掉了 所以吃起來才會這麼清爽一點都不油 而且這個湯啊 大哥還特別是去掉燉豬頭的 會臭臭的油湯 是用大腹特別熬的對不對 對 我要喝一口看看 好刷水的湯喔 因為這個湯 不一樣齁 真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湯真的很清爽 高湯的感覺 它完全也不油膩耶 好順口好香喔 我光是喝湯我就快要喝湯半碗了 哇塞你看滿滿的這個豬頭肉 還剩下一顆滷蛋 大根上一碗才賣多少錢啊 六十塊啊 你才賣六十塊 對啊 然後你每天早上三點起來 三點半啊 三點半起來 三點半起來 你知道成本有嗎 因為上面有多啊 有時候 對啊 比較小就會咬死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看剛剛那麼辛苦 還要熬那麼久了 然後他剝的那東西有的沒的 前豬頭沒有啊 五六七十塊啊 現在長了一百多塊啊 不敢長啊 人家 你不敢長 不是啊 你看你自己都講 你二十幾年前做人家六十塊 現在人家長到一顆賣你一百塊 你還不敢長 沒辦法 人家試習慣啊 沒有人長啊 不敢長 哇賽 所以這個豬頭麵有三層豬頭意義 你看 不僅這個 就是 豬頭肉 好吃 整碗這樣滿滿的豬頭肉 然後老闆也是個豬頭 人家都六十幾塊 給你長到一百塊 你還不敢長價 但是呢 不來吃的人 我告訴你們 也是豬頭 為什麼 你看 老闆 給你加這麼多料 這麼用心十足 誠意十足 這麼好吃一碗豬頭麵 而且只要一碗 這樣六十塊而已 你這個不來吃 你真的是豬頭了 所以苗栗來自邊路過的話 你一定要停下來吃一下看看 全世界都在抗掌 看三小時的電視節目 等於用了十五度的電表 相當於花了一百元 而這碗豬頭麵 六度到快滿出來 竟然用不到一張百元鈔 幾個銅板 男生可能一碗還吃不完咧 我早晚還好 抗掌超飽足美食 非常莫屬 各位觀眾 說到全台爆紅小吃 要是漏掉這個地方 那你就太遜了 台南小吃聲名遠播 連最具權威的旅遊書籍 台南從景點到傳統小吃 也都紛紛進榜 而且要帶路的 就是現今當紅百萬部落客 也是台南在地的肉肉 肉肉 你剛剛嗆聲要嗆很大 可是我走過來 我覺得我沒有看到 很厲害的店家 我跟你講就是這一間 這一間就可以把它秒殺了 鴨頭超厲害的 好大聲 就是這一間 哇 好香喔 這是鴨頭嗎 白頭排隊 排隊 好香喔 好像我們有能容耶 對 不好意思 要給大家好的吃 這家店很多美食部落客 都不敢介紹 就是怕一介紹 卻再也買不到 說是鳥蝦美食 一點都不為過 不過稱霸整個白河 一吃就上癮的鴨頭 到底厲害在哪兒啊 巴龍 這湯阿B點的有什麼啊 米雪 米雪一定要點 米雪到 米雪到 米雪快沒有 等一下 前面的 那還有什麼要點還有什麼 鴨頭 鴨頭 鴨頭也要 太誇張了 等一下 我看到前面那一個 買的這麼大一袋耶 對啊 每個人都是滿滿的一袋啊 姐 不好意思 等一下可不可以就是 大家都買一點一點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好不好 我特地從伊安下來 對耶 這繞了半個台灣耶 特別跑過來這邊吃喔 這邊這個 除了鴨頭米雪好吃以外 還有沒有特別推什麼 口香糖 那個口香糖 一定要吃啊 等一下 這不是賣鴨頭的嗎 怎麼會賣口香糖 等一下吃 妳就知道了 你們是來錄節目的嗎 對 因為我們這次要PK賽 對 PK賽有在口香糖 錄穩贏啊 怎麼可能 看吧 看吧 沒有講錯吧 有 不只你背書 連宜蘭的鄉親過來這邊 都這樣子 老闆通常下午四點就開買 快的話兩個小時就收工打烊 這場乖乖排隊 還不一定能買得到 哇塞 這個繞過半個台灣 也要吃的鴨頭 一定大有玄機 喔 欸 它這個鴨頭吃起來好鮮嫩喔 對 雖然它外面那個汁很薄 可是它好入味喔 不會很甜耶 一般啊 外面的鴨頭啊 都是用麥芽糖去煮 可能吃了一兩隻之後 就會覺得很膩 喔 就是那個糖的膩 對 那這裡不會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之前吃鴨頭 好像大家都聽過是 東山鴨頭 可是你帶我 來白河吃鴨頭 為什麼 因為這裡就是鴨頭的十足啊 是喔 這邊算是十足來的 從這裡後來才有別的這樣子 對 很多白河人啊都推薦 一定要來這裡吃白河鴨頭 超好吃的 連我不想客頭的 你都可以這樣 對 就是要這麼豪邁 沒錯 是不是讓人看了口水直流啊 但光是這樣還不夠 能夠稱霸白河成為小吃龍頭 據說這樣獨賣的口香糖 才是關鍵 這就是口香糖 你先捏一個來吃吃看 我跟你講啊 很多老闆啊 都不喜歡做這個 是喔 所以這也算是很少攤位有在賣 對 吃起來覺得如何啊 我知道為什麼叫口香糖 它嚼勁很好 好吃耶 我跟你講 因為啊 這個不好做 做不好啊 就會很臭 很臭啊 這樣吃有沒有臭味 沒有 完全沒有 只有滷汁跟那個鴨油 那個煎過的味道 整個都在嘴巴裡 好香喔 可是 這到底是難 你說臭臭 是屁股嗎 不對啊 是鴨漸腸 它就是鴨腸的最前端那個部分 然後它又很有嚼勁 所以吃起來就很像口香糖的感覺 第一台就挖到這樣子 超級厲害的秘寶 接下來這攤 自說從一根扁蛋開始 就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古早味 妳瞧吃一吃會不會口渴啊 有一點點 有一點喔 沒有吃太多了 我跟妳介紹啊 我心目中第一名的豆花 就是這一家 哇 這一間豆花啊 全世界只有這裡吃得到 豆花全台灣都吃得到耶 什麼全世界 所以妳是說它這裡還有個秘密武器喔 有喔 只有這邊才吃得到 沒錯 就只有這裡 可是這吃起來是 吃起來怎樣 我們先點兩碗 老闆 兩碗綜合的 謝謝 好喜歡這樣有氣勢 將傳統升級的豆花店 除了保有手工豆花的古早味 聽說在豆花碗裡 還放了一個震撼豆花界的秘密武器 吃看它的脆圓 它這樣看起來很像偶遺耶 外面那樣透明透明的 欸這秘密武器好厲害喔 深藏不露耶 我跟妳介紹啊 我心目中第一名的 吃看它的脆圓 這樣看起來很像偶遺耶 外面那樣透明透明的 可是沒有吃過 欸這秘密武器好厲害喔 深藏不露耶 我剛剛看外表覺得說好像還好 不好意思 可以咬下去的時候那一瞬間有驚喜耶 走遍全世界這麼多果 應該沒有吃過吧 沒有 你們知道它是什麼口感嗎 它那個外面喔 QQ嫩嫩 但一咬下去之後咬到點 就是這個真 好脆喔 沒錯 這一碗是熱的 對啊 這一碗是冰的 看起來是不是一模一樣啊 少的豆花 它有秘密武器喔 好香喔 對 可是很脆的香味耶 沒錯 這個就是古早的味道 它會滴滴滴香蕉油進去 哇 真的一吃油油 Feedback五十年倒退回去的感覺 這條街上好厲害喔 你隨便介紹每一家店 都是半世紀以上耶 對啊 接下來請到的可是二十一歲 就開始玩重機 繞騙全台灣的紀錄 不下十次的重機達人小萱 這次他特別帶我們來到台南舞廟 台南那邊美食之路啊 到底有什麼好吃的推薦 趕快餵飽他們 我們在烤上午 現在我們要吃早餐嘛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吃過烤吐司呢 烤吐司有啊 早餐店超多的啊 台南這邊有個烤吐司 他厲害是用碳烤的喔 你說他是用那個 碳火下去烤的 對 這很少見耶 這裡 就在這個小巷裡 沒錯 好 趕快先去 好 去找 去找 是這一家嗎 對 跟這一家 我發現台南很多美食 都喜歡藏在小巷弄圍耶 你知道嗎 這都我超懷念的 這四海裡是如何做肉 都用這個耶 是真的那個 鹽糕還是蘿蔔糕 火很大 我很大 小心喔 小心喔 阿嬤 阿嬤 我現在排隊台道地幾號啦 我去做的貨店 好嗎 要這樣做的事情嗎 要這樣炒 要用來做才有事情 對啊 這樣炒 小心這樣我自己 這樣炒 我今天給你 你現在做不出來 好 你現在怎麼講 好 正宗燙烤吐司三明治 想吃排隊人氣小吃 還要被罵一頓才吃得到 好 趕快去 好 去找 這是這一家嗎 對 這是這一家 我發現台南很多美哥 喜歡藏在小巷弄圍耶 娘 你們看一下 他是用那個火爐耶 小薛 我本來以為你炭烤三明治 就跟炭烤雞排一樣 是那個網子上面 這樣子一片一片翻 可是他竟然是用火爐耶 阿嬤 老大 美女 老大 你好厲害喔 你也是美女耶 你還穿這個性感的黑衣 哇 你知道嗎 這個我超懷念的 這四海其實我還要皺肉 用這個耶 去煎那個 年糕還是蘿蔔糕 但是你看 真的現在很少會看到人家 這樣子的火爐 這樣脆烤的 哇 不可以很美耶 你看 今天今天上班 火很大火很大 小心喔 小心喔 阿嬤 你去用這個 這樣直接一直烤著 這樣三明治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很香耶阿嬤 你賣這個賣多久了 七八二十二八天了啦 二八一刀 對喔 你二十八年都用這個 這樣子一直烤烤烤 對啦 烤我就用這個了 阿嬤 我現在也要用了 阿嬤 我現在也要用了 阿嬤 阿嬤 現在我來 現在我來 換我烤 阿嬤剛剛火都放得這麼近嗎 對 然後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感受一下 阿嬤 你 做得太厲害 在這裡才能夠親自感受到那個溫度 來啦 阿嬤 阿嬤 我現在排隊排到第幾號啦 我幫你做人家去檢檢 好好好 所以在做事情喔 不能這樣擦 要認真 這樣做才有事情 喔 對啊 阿嬤站起來真的有問題 你這樣擦 我今天煩的 今天做不下來 我現在檢檢 我現在檢檢 阿嬤說 阿嬤其實人超好 超可愛 阿嬤 她做東西 妳知道 像那個食人 你知道嗎 她要全心全意的 做這個烤吐司 對 每一份就是 你看她 我看她真的料很簡單 就是只有吐司 然後豬油下去 那個煎那個蛋 然後上面抹一點那個 魯馬鈴 對 小時候朋友都喜歡吃 對 很香 對 很香 外套不一樣 外套不一樣 我等一下吃妳就知道 不用說自己商量 妳也聽不到 也是 味道又聽了不會出來 又吃了才知道 千萬別看阿嬤 一副輕鬆簡單 信手撈來的樣子 這火爐可是非常非常的燙 多放個幾秒鐘 保證連手都烤焦了 台南武廟旁巷子裡的 這家早餐店 每天清晨一開店 就排滿了長長人籠 光是聞著燙烤吐司的焦香味 就讓人受不了了 看這個 光是這個外面表皮烤這樣酥脆 就好誘人喔 謝謝 謝謝 有沒有飄飄軟的感覺 精神都來了 妳看用炭火烤的就是不一樣吧 真的 妳看用麵包機怎麼可能會烤出 像外面這樣子 有炭火的那個香味 而且喔 裡面這個蛋 超滑嫩的 但是我覺得最棒的是什麼 妳知道嗎 就是阿嬤叫的那一層乳馬鈴 那個香味妳知道嗎 跟那個吐司和那個蛋 整個在一起 絕美的搭配 目愧是在常在巷弄街 這麼有名的那個三明治 妳看後面面色的人 好多喔 不管是三明治 還是各地美食 許多只有在台灣 才找得到的在地小吃 銅板的價格 卻蘊藏著無價的美味 和濃濃的台灣人情味 明星帶路 但妳來認識的是一個攤位 品嘗一種美味 至於妳心底 品嘗到了什麼滋味 那才是最珍貴的一味 對 現在來到得很快 這是天下 祝福福吧 對 這樣 這是打國語言 妳不是這樣打大人嗎 南南在地人 馬龍 特 Cur圖 都會被交往 作詞 劉皮 從海幾 certain 打過 阿